我都覺得我根本就變得超強 上坡了 不用那麼近啦 不用那麼近啦 今天這一集 我們來到減肥計畫即將過半的這個日子 已經倒數50幾天了 你最近的減肥進度如何 前陣子好像很順耶 大家都說 天魔王你手你好像變瘦了 最近好像有點陷入撞牆騎 有點沒什麼進展 開始下降的時間趨緩 對很慢 我們前幾天其實剛完成了一個 算是蠻大企劃的挑戰 那你這個騎完之後你有變瘦嗎 我以為我會變瘦 但是因為旅行團吃的真的有點太好了 好像有點還不爭反撿 不撿還反撿 但因為前陣子啊 因為我們不是有帶你去跑步嗎 那我覺得那個負擔對你來講可能有點太大 因為你現在體重的關係 所以每次跑完就是都會跟我挨好幾天說要休息 很喘啊很不舒服耶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還是回歸到自行車 那我們等一下呢 今天的設定就是一個算是休息日的訓練 因為前幾天我們已經連續騎了三天 而且都超過30公里 我覺得對你來講負擔其實是蠻大的 那等一下我們現在人在木柵動物園 我們即將從這邊出發 然後來一個輕鬆騎的路線 就是強度不會太高 但是我們可以到死定老街 然後去那邊吃一些在地的一些特色的名產 就是可能有豆腐啊 我記得還有冰淇淋 非常期待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輕鬆騎為主 太棒了太棒了 那大概里程10多公里 我們就準備出發吧 Go Go 天空不住喔 非常至少 大家看一種奇怪的 不是吧 但會太陽太 我覺得不會太喝了 還好 可以 我們今天帶他騎的這個106乙路線啊 算是蠻多車友很熱愛的一條路線 因為很多路線你要去可能石定啊 或是騎到宜蘭、北宜 都可以從這邊去四通八達 然後所以其實我們這條路線 算是車友還蠻熱門 但因為憲法蒙體組應該是第一次來 剛也經過了當地還蠻有名的106車店 然後我們等一下一路就是騎著這個線道106乙 然後一路到石定老街 那這個路線其實難度我覺得沒有到很高 因為它就是都是平平 然後稍微偶爾會有緩上緩下 但我覺得對於恢復騎的今天來講是蠻適合的 OK 我們就這樣順順的繼續往石定老街前進 我剛是有想說如果我們今天騎乘起來真的 對來講強度太低的話 我們其實還可以加碼一些周邊的路線 因為這總長才11公里 其實騎乘起來難度沒有到很高 但是它嘴巴說輕鬆就輕鬆 但你往後看的時候 叫它跟緊我都不知道跟到哪裡去 跟近一點跟近一點 因為想要幫它破風它都 它都不想了 十定到了 十定 十定 十一公里恢復騎根本超簡單 我都覺得我根本就變超強 這真的還好 這麼的路線 好 我們接下來來加碼這一條 也就是著名的北四七線道 那這條路線呢 就是十定老街在往上騎 然後我們等一下加碼這一段呢 預計騎到雲海國小 就是把北四七這一整段都騎完 那路線大概長度七公里左右 爬升大概四百 所以我覺得算是一個 嗯...練車來講 還滿不錯的路線 以現在這樣的爬升跟公里數來說 有點接近豐貴嘴 可是這條路線我也是第一次騎乘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來看沿途的風景 再跟大家分享 因為剛剛天母彭底索 跟我說太輕鬆了 所以我們只好給他一點特訓 幫他稍微消化一下 剛剛吃下去的這個冰淇淋 OK 繼續出發 他明明就說 你怎麼輕鬆鬆恢復起十一公里 吃冰就結束收工回家 這邊騙我 這邊加碼 我整個臉都垮掉耶 現在好像有點喘 因為散碗怎麼還那麼熱 騙子 騙子講話 錯喔 還跟得上 繼續繼續 我們現在已經騎了1.5公里左右了 大概現在6K而已 上坡了 開始進入回圍的上坡路段 這段也是聽說北四溪比較漂亮的一段路線 大概剩下5公里了 加油 天母彭底座 額頭 現在他才騎這一小段 等他剛剛 最近都卡關了這個體重 稍微再消耗一下 不然他最近都跟我說 他去騎個30分鐘流汗 騎平路就會覺得練很多 不行 那個強度太低了 有點要抽 要抽了 又要抽筋了 又要抽筋了 太快了吧 你剛剛不是說今天太輕鬆了 這個是你 爛我吧 還好啦 你看一下你肚子 那個肉已經 已經少了一小吋了 我還有 目前預期進度已經過半了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分享有機會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分享有機會 這條路線的坡度在一開始其實比較平一點 前面都大概1 2%而已 很緩和 然後在後段 快到終點前 這邊大概都是平均 就是5到7% 先正為你呈現 你說你的汗的部分嗎 對 汗量越多 這種坡度越高 你看你是人體車表 表情越來越奇怪 這坡度越來越難 不會但我覺得這路線還滿舒服的是 它其實右邊可以看到就是 山林然後有小旗 但是它路線上也不會持續一直上 它就是 上一段下坡一小段 上一段下坡一小段 我覺得還滿適合練習的 因為像你這樣 也不會覺得一直上到很喘 你還是有休息的時候 不太適合 算豆腐飛來吧 OK啦 最後一小段 2公里 真的快到了 完成挑戰 20K 輕輕鬆鬆吧 今天的放鬆期 剛剛突然跟我講要加碼 我真的以為真的完蛋了耶 然後想說 今天又要被罵 其實騎不完 又要去背面 剛剛有一點啊 你剛剛已經去背面了 小小去背面 為了戲劇效果 裝一下 沒有 你剛剛是真的 其實我們這個路程 我覺得還滿適合 就是 如果想要來騎乘 就是比較 離開市區一點的話 其實這是一條還滿適合的路線 因為從動物園出發到這裡 總里程才20K 總爬升才450而已 所以其實超級少 但是 一路上我覺得 它有滿多景點 可以停下來一起走走的 就是不會說 只有一整條都是騎乘路線 所以才選這條路帶你來騎 我覺得是 剛爬上來的時候 比較熱 可是越上來就 稍微涼一點 比較不會那麼舒服 還好還好 對啊 如果從 動物園出發然後到實定 最後到這邊 目前已經是接近 就是 北四七結尾 這邊已經快要到千島湖了 所以其實 就是滿四通八達 那如果要回去市區 往下滑也很快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條 就是還滿適合 剛開始騎車 可以選擇路線 最後也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還是滿多人會好奇 我們平常怎麼使用360 來拍攝騎乘的這種 第三人稱視角畫面 剛好啊 就是最近360 推出的這個最新的這個 360相機指甲 可以靠近一點來看 因為其實它之前的版本 是用夾的方式固定 那它新推出的這個套件 我覺得還滿值得推薦給大家 因為它是用兩個這個鎖點啊 固定在兩個手把上 就不會有這種 單邊收力比較不平均的狀態 那透過這兩個環固定之後呢 前面這個角度也是非常多變的 就是我在這邊轉開之後 這邊就有超級多段 可以調整到 有些人可能喜歡完全水平 那如果像我們剛剛比較接近 想要自拍的這種第三人稱 就會稍微高一點 甚至我看到有人用超長的這種自拍感 直接延伸到頭頂 就有一個尾空拍的視角 所以這個全新的這個 360的這個自行車第三人稱套件 算滿推薦給大家 然後剛好天舞風力組這台車呢 它的龍頭規格是比較特殊的規格 就是比較寬大版本 所以市售版滿多都不相容的 那出了這個360套件之後 我覺得也是滿剛好 終於找到一個相容它這個龍頭把手的設定 OK 所以減肥進度到現在 已經快要過半的狀態下 目前體重控制的怎麼樣 大概 86塊85 OK啦 算是在進度之內 差不多快50天 已經減了大概5公斤左右 我覺得算是還不錯 好啦 那我們今天在這邊結束喔